其实几天前我还没有这么忙 因为 解禁了 BC省政府宣布从今天开始全面解禁 取消了对社交聚会和公共活动的所有限制 也就是说不限制外出旅行了 这对于我们旅行行业来说是个短机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威南高旅游的创始人 我从事旅游行业已经20多年了 在加拿大温哥华建议一家以定制和邮轮旅行为主的旅行社 现在已经6年了 加拿大的旅游行业这两年遭到疫情的打击 简直是遭到头 国外的客人来不了 国内的人也都不出门了 能回国的也不走 整个旅游行业处于停滞状态 大部分员工都走了 剩下几个铁杆伙伴 这个是我们的办公室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会议室 已经好久没有用了 希望疫情好起来 我们能够把它尽快地用起来 现在我们的业务稍微忙起来了 每个人做着自己的事情 而且呢 我们的办公场所比现在要大一倍 疫情期间没有人出来旅游了业务停滞 文件缩减 我们就换到现在这个较小的办公室 疫情被留业的打击那几乎是灭灯之灾 现在呢我们是开车去一下这个斯丹利公园 斯丹利公园平时非常地多 像这个时候也是在这里很多散步啊 锻炼的人非常多 但是好像今天看来还是比较冷静 这里呢 这里呢 就是温哥华的加拿大广场 是温哥华的地标性建筑 也叫武凡广场 曾经是1986年万国博览会的加拿大会馆 这里呢 也是温哥华的邮轮码头 每年的4月到10月这里都会停往 停了很多邮轮 它是前往阿拉斯加的线路 这里是我们邮轮的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地位的一个邮轮码头 但是呢 从疫情开始以后 2020年和2021年 我们这里的邮轮就没有在 在这里停靠过 我们也希望这个 今年开始 4月份 希望有一个邮轮 重新从这里出发 刚才呢 我们也从一路走过来也看到了 这里其实现在呢 人还是算非常非常的少 曾经呢 这个地方 我们在疫情之前 是温哥华的一个 最有名的一个旅游景点 所以不管是春夏秋军 一年四季都有很多的游客在这个地方 也有很多的巴士就停在那个路边上 但是我们刚才从一路走过来看到 这个在这个街上 目前都还是比较冷清 面对疫情的影响和冲击 我们也进行了调整 很快找到了突破口 公司实地考察了省内的一些旅游项目 比如大雄雨淋 预空地区看极光 洛基山自驾游等等 当本地的游客体验到了小众旅游的乐趣 每个团的人数都较少 规模也不大 我们也不去人多的景点 这才让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前几天呢 就有要解封的消息了 微信和邮件资讯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 我们都很开心哦 公司的员工也兴奋了起来 虽然跟国内的旅游还没有开放 但是加拿大本地和周边的旅游计划 也在逐步推出了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尤其是刚开始的那段时间 我们呢都没有做好防疫的措施 缺少口罩和消毒液等等 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是 祖国的亲人们和一些民间团体 运过来的一些防疫物资给我们 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温暖 能够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时刻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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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